大家好王我們起來關心今天天氣 最近會越來越熱 特別提醒大家要分清楚熱衰竭 或是中暑 中暑呢各位一般覺得說 常常發生還好 但是真的中暑很嚴重喔 熱衰竭跟中暑是兩個不一樣的特徵我們解釋 給大家聽 第一個熱衰竭他會覺得頭暈或暈眩 然後他會過度的出汗 然後他其實會發白蒼白然後皮膚會有一點 這個失年 然後他會這個暖耳心或是嘔吐 然後心跳過快或是 很微弱 然後另外一個肌肉會抽筋 那這個熱中暑呢就不一樣喔 是脈搏性的這個頭痛 然後另外一個是沒有出汗 沒有出汗有出汗跟沒有出汗是不一樣的喔 然後基本上的體溫是非常的高 然後耳心反胃這是一樣的 心跳劇烈是快速是快速跟這個也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最重要的他可能會失去意識 所以這個熱中暑是 比這個熱衰竭是不一樣的特徵但是這邊呢 就要趕快尋求119 來尋求這個救護的 趕快讓他降溫 所以請大家特別注意 要注意身邊的朋友是熱衰竭或熱中暑 這個其實是結果是不一樣的 絕對不要等閒四肢說 這個喝點這個 飲料就好了沒那麼簡單請大家特別注意 那現在呢為什麼那麼熱就是整個太平洋高壓要犧牲過來了 這個就是太平洋高壓 現在在日本的南邊這邊要犧牲過來了 那梅雨封面呢還是從長江流域延伸到韓國日本這一帶 所以這個像的高壓呢 盤踞在我們這個東亞 大概會有持續7到10天 都是很類似的天氣 不要說我怎麼每天爆天氣都一模一樣 就是這樣這個就典型夏季的天氣 小暑大暑之間是最熱的時候就是最近 就是這麼的熱 那這樣的熱的情況呢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覺預防熱中暑 那預計這樣的環境呢 持續吹的偏東南風 台灣的西半部容易有些午後的局部的短暫的熱對流 要稍微留意一下你看哪裡會下雨就是午後山區的 午後的熱對流要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大致上呢 午後的熱對流以其他地方呢都是白天都多雲到晴的天氣所以就是熱 當然有時候34有時候35但是不小心有時候會367度 請大家要注意一下那北中南東 溫度都很類似都是熱的近期就夏季就是這個位 類似這樣的情境 除非等到颱風來才會溫度 整個降下來那最近呢就午後雷震雨蠻多的 晚上如果下完午後雷震雨還舒服但是沒有下午後雷震雨 就很悶熱所以這幾天呢都是多雲到晴 午後靠山區有局部熱對流的機會 我們給大家建議喔東南風的天氣 穩定炎熱 靠山區還是有午後雷震雨 太平洋高壓呢逐漸的犧牲增強 持續高溫炎熱的天氣 我們是不是很想像 我們可以幫忙 我們 Ganze